大家晚上好 很荣幸呢 今天晚上在这儿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自己的新书 晚堂齐良师丰研究 然后呢 讲一讲 里面的这个 与上瘾的无题诗 我们这个 这个平台呢 是这个北大出版社 和这个 这个北大国家讲坛 这个我呢 是这个 北大中文系的助理教授 张一南 我的专业呢 是古代文学 主要是 中间第二段 从曹操到李毅 今天做这个直播呢 有一个缘起 就是我的这本书出来了 晚堂齐良师丰研究 这也是 其实这个书呢 也是过了好久了 我从读博士的时候 开始写这个书 今天回头看看呢 因为书放了一段时间 所以肯定有很多幼稚的地方 很多观点 可能你现在再问我 我不是这样讲 但是我怀着忐忑的心情 出了这个要书以后 我再看一看 我觉得一定 一定是很多黑历史 很那个不知的 不敢拿给大家 但是我拿出来看看 刚才发现 我觉得还是必走自真吧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 这个我自己觉得 我说的好对 我一些研究的心动 因为毕竟 它是我研究的一个起点 是我思考一些问题的侵入点 尽管现在我的兴趣 可能更偏向古体师 偏向圣堂 但是我也是在这里 跟大家说 我最早发生兴趣 是在这一块 晚堂齐良师丰 包括我今天讲的一些 可能比较通俗的 有趣的 做的一些其他的书 其实所有的研究 所有的思考 应该这本书都是起点 所以我非常看重这个书稿 也非常感谢 这个北大出版社 能够帮我出这个书 这个吴欣老师 帮我做这个事情 我真的非常的感谢 能够在北大出这个书 我非常的有幸 那今天我讲的题目呢 是李商隐的《无题诗》 今天我说的这些内容 有一部分 是在这个书里面是有的 那我相信 如果我照着这个书念 可能大家也没有什么兴趣 你书上都写了 你今天在同处说 有什么意思呢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 而且学术论文 学术专注 我照着念 好像在这里今天还没意思 所以除了这个书上 有的一些内容 我会讲一些 更多的普及性的 赏心性的内容 所以我想今天这个话题呢 我就把它定在 李商隐的《无题诗》 这个范围 李商隐这个人呢 我们很熟悉 可以说呢 是唐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我做这个晚唐奇梁诗风呢 李商隐也是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这个我今天叫晚唐奇梁诗风 其实说白了 过去我们更多管他叫温李 温李就是温婷云和李商隐 这是这个晚唐奇梁诗风 最重要的作家 当然李商隐的研究非常多 温婷云的专门的研究也有 我呢不是做作家研究 我是来考察这样一个诗风 他自有代表性的两个作家 温婷云和李商隐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们一个诗风 一个流派 他可能会有一个最典型的作家 和一个最卓越的作家 这两个作家往往不是同贼 因为你太典型了就不能卓越 我们历史上 文学史上有好多的并称 比如说这个什么陶谢 陶谢当然是这两个都很伟大 比如颜谢 颜言之和谢灵韵 比如说什么李渡啊 比如说这个姚甲呀 包括温礼 往往这样的并称 都是包括一个最典型的作家 和一个最卓越的作家 比如说颜言之就是最典型的 谢灵韵是卓越的 王荣是典型的 谢跳是卓越的 姚和是典型的 贾导是卓越的 温礼 我认为温廷云是晚唐 齐良师父最典型的作家 而李商也是最卓越的作家 我想我做一个研究 我首先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你说这两个人并称 所以他们都差不多 这是一个基于我们本科 文学史的课本的一个认识 那我做研究做到这个程度 肯定不够 我首先要剖析这两个人的区别 那我想这个李商隐 他在这晚唐齐良师父中 表现得这么卓越 他是什么呢 我想研究到底 还是他有情 他把更多的主观情质放进去 尽管晚唐齐良师父 是一个不太有主观情质的 这么一个师父 但是他出了李商隐 和李商隐在这里面不同 但是我讲他 我在这个这么短短的一个直播中 我讲他比较合适 我讲那些没有情质的人 那是枯燥的 而且每一个时代 最后继承了我们传统的 这个正脉的 那一定还是那个最卓越的 最有情质的 那我呢 先介绍一下李商隐这个人 李商隐这个人 不用我介绍 大家都知道 我从我的角度 介绍一下 我眼中的李商隐 李商隐这个人呢 他是出生于龙溪李氏 这个唐代的皇族啊 他也自称是龙溪李氏 那大伙 哎呀这个了不得 李商隐是宗氏 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宗氏 即使是 他也是一个闲散的宗氏 不是这个在皇权中心的 很可能这个所谓宗氏就是父慧 到时有人以为 这个龙溪李氏全是宗氏 那不是 龙溪李氏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 就好像我们今天说清华的毕业生 清华毕业生有很多 龙溪李氏有很多 他就是一个品牌 你们这些人共用一个品牌 你们都是校友 有没有关系 你们两个清华毕业生 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你们是校友 但是这俩人清华毕业 他一定都认识吗 他不见得认识 不见得有很近的关系 那你这个皇帝 你是清华校友 你是这个龙溪李氏 那你李商也认识 他们不认识 他就是不认识 而且这个龙溪李氏啊 他在北朝的时候 他有一支 他已经迁到这个山东地区 龙溪李氏有一支 他是算山东士 这里面说起来就比较麻烦 所以这李商尹 他自己给他叔叔写穆之名的时候 他说我们是山东旧族 他不说我是宗士 在这个晚唐的时候 这个山东士族 它是一个很强大的这个文化力量 我们今天看全堂市里面 晚堂市有相当大的 可以说大多数市人来自山东武士 龙溪李氏不在山东武士 他是刺一种的 稍微不那么重要的山东士族 龙溪李氏也有山东士 然后龙溪李氏他一定有钱吗 他也不一定有钱 这个我们中士的贵族啊 其实严肃的说是一家士族 他不见得有钱 很多人啊从小很穷 尤其是什么样的人小时候穷呢 少孤寒的 当时有很多的人 他其实小小年纪 父亲就去世了 那么即使他父亲是士族 他父亲做官的 但是因为去世的早 那么这一家孤儿寡母 也就陷入贫困 我们今天讲文学史 很多人都是这种情况 他是士族出身 但是父亲去世的早 所以小时候是过过苦日子 像那个西晋的张华 他父亲做过太守 他小时候自己还要放羊 李商云也是这种 他父亲做到县令 但是很早去世 所以他小时候还干过 还打过功夫 还去帮人家卖米 打得更多的功夫是超输 然后这个但是呢 他毕竟是士族 他的父亲 起码给他留下书 我们中国的孩子 你再穷 你有书看就有希望 就跟那个没书看的孩子不一样 所以这个李商云呢 他也是早早的就显示出文学才华 你有文学才华 不用说很有钱 你去报什么班去 或者说你爸爸手把手教你 这都不用 你能看书 能喜欢诗 这就很好 这就完美 你就是一个我们中国最好的人 那么这个李商云十几岁的时候呢 就所谓的以古文出诸功间 这个 这个我 我准备放后头讲 先不说他这个创作 就是他十几岁就有名了 有名了呢 当时有一位这个朝中大佬 叫凌虎楚 看上他了 就收他做入室弟子呀 就是把他接来 那个 这个 给他一些事情做呀 跟他一起等生活 教育他 那么凌虎楚呢 就是你不能光写古文 就教给他写田文 写当时的公文 实际上李商云这个人 他一辈子安身 安身力没有 他是写公文 这都是他的老师凌虎楚教育 虽然他是这么一个白身的 没有公民的小孩 但是李武楚哪都带着他 后来呢 这个李商云 25岁的时候 中了进士 25岁中进士 这是一个 其实挺早的 挺少年得志的 因为当时有个话叫 那个三十老明经 五十少进士 50岁中进士 还算年轻的 30岁中明经 就算老的 这是一个说法 其实这个中进士 这件事 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博士毕业 那我们今天就可以理解 你50岁博士毕业 我们也可以理解 也不嫌晚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但是一般来说 大多数人 更多的人 会在30岁左右博士毕业 唐人也是 唐人也是 30岁左右中进士的最多 如果你早于这个 那是非常了不起 那是少年得志 25岁中进士 就是25岁拿博士学位 很了不起 而且李商也 一拿了博士学位 一中了进士 他就 被授予一个职位 叫教书郎 让他去做这个 图书管理工作 我们今天觉得 做图书管理工作 是发配 他觉得你做图书馆 那可就是没有背景 把你发到那里 前两天 我还有一个师妹 跟我吐槽 就是他到图书馆去了 然后他觉得 很那个什么 我说 你教书郎啊 教书郎是什么 最清贵的职位 我当年我博士毕业的时候 第一年 我就是到古籍部去做 我觉得特别自豪 这是我一辈子 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情 在唐代你要是做教书郎 那是你这个 这一代年轻人里面 你是最被看好的 那是让你先历练一下 这些都属于清流 属于宰相根苗啊 你当然你一辈子在 你二十多年都在读圣贤书 马上让你去做一个行政工作 你也做不了 那先让你过渡一下 先做一点跟文字有关的工作 先做教书郎 当然是这样 所以李商云早年啊 真的不算是过得不好 他真是少年得志 那后来过得不好 那是后来 但你不能说他 什么酒困客场 真的没有 他曾经有很得意的一个时光 那么我要说一下 李商云的创作呢 李商云的创作 刚才我讲到 李商云在出生之前 在中近史之前 他是写古文的 在当时呢 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中堂的时候 韩玉他们搞这古文运动 本来像韩玉 他也是这精英的世人 本来是精英世人发起 但到晚堂这个时候呢 好像风气 又是在精英世人中呢 这个古文不太趋香 古文成那种在野的古文 是那种没中进似的 或者做小官吏的 这些人 他们在写古文 他们在推崇古文 而那个平文 不可能一下子被破掉 因为平文在当时是公文 你再怎么 你这个官场上迎来送往 今天有一个大官去世了 那明天谁升官了 你都要 你要去写这个 悼念的平文 你要去写 祝贺的平文 你总要有这样的人 那在出堂的时候 默认一个做官的人 是能够写好平文的 但是在这个 祝晚堂上 好像不一定了 所以李少年的老师 林虎楚他曾经提出来 说咱们要专门培训官员的 这个篇文 这个我看文章 我喜欢看反面 林虎楚说这个话 在我听来就是什么了 说明当时有相当多的人 不会写篇文 本来默认你都中了计算 你不需要培训这个 结果还要培训 所以林虎楚他对自己的学生 他就从小培训 说你别写古文了 你那古文咱们放一放 咱们好好的训练写篇文 李少年是这么训练出来 那么篇文你学谁呢 就是学奇梁 所以这个晚堂时候 还学奇梁的人 他是乖孩子 然后李少年就是听他老师的 学奇梁 但是后半截呢 李少年学奇梁 也不是听老师的了 因为他重见识那一年呢 他老是去世了 去世了他做教书郎 做教书郎他自己说呀 他就在这个图书馆里面 看到好多奇梁的古籍 他自己很喜欢 然后就去学习去模仿 那这时候他都出生了呀 这时候他的学习呢 就是一个自发的学习 出于真心的热爱的学习 所以李少也是热爱六朝 到晚堂的时候呢 有这么一股热爱六朝的风格 热爱奇梁的风格 我研究的就是这个 说白了呢 这个李少尹呢 他就是一个六朝粉 我们今天说六朝的粉丝 我们今天也有六朝粉 有粉谢灵韵的 有粉骁刚的 我们这些人 像我都是六朝粉 这些晚堂奇梁师丰 这些人他也是六朝粉 李少尹也是一个六朝粉 但是李少尹这个六朝粉呢 他有点不一样 这个晚堂奇梁师丰啊 据我研究 他在体材上 大概可以分为两类 一个是这个 继承自奇梁的体材 奇梁固有的体材 五律和歌行 一个是唐人自己创造的体材 七律和七爵 而且在晚堂都很流行 另外这个时候 有一个被遮蔽的文体 就是谷体 这个时候不太吃香 那么从这个晚堂奇梁师丰 继承的传统来说呢 也有这么一个问题 晚堂奇梁师丰 他继承不同的传统 比如说 他继承南朝师的体物 继承公体师 或者晋送大谢师的体物 就是描写一个事物 同时他又继承岳府的 圆情的传统 什么叫圆情呢 有人说你为什么不把他说成抒情 我一讲这个圆情啊 就有人说这个 就是有那个 有人就会帮我改成抒情 然后问我行不行 我不 不能改 这个体物和圆情的对立 是这个西建的陆基提出来的 什么叫圆情呢 就是描写感情 你把一个感情当成客观事物来写 虽然感情 人的感情是主观的 但是你把感情当客观事物来写 你自己的感情也好 别人的感情也好 你都当客观事物来写 抒情是什么 我抒发出来 我这一刻我觉得很悲痛 我就写我很悲痛啊 这就是抒情 但如果你去分析 你这个为什么要悲痛 你的动机是什么 你悲痛到什么程度 你以一个科学的态度去分析 那你这叫圆情 实际上我们的乐服 也就是比如说今天的流行歌曲 它不是抒情 比如说灵溪写一个歌词 它不是写灵溪这一刻的感情 它是去分析人的感情 它是圆情 分析自己的感情也是圆情 那么晚条齐良诗风呢 它主要继承这个体物和圆情 这两个传统 而且重体物轻圆情 同时阵营有一个被遮蔽起来的传统 就是文选里面的诗 那种研制的传统 这个时代是有点被遮蔽 那么说到李商隐这个人 李商隐是一个不一样的六朝粉 首先在体材上 他更多的使用七律和七绝 不像温婷云他们主要写五律和歌曲 而且李商隐就把这个多用七律七绝的这个传统彻带起来 虽然这个时代总的有这个趋势 但是是李商隐带起来 我们今天一想李商隐的诗 那就是七律七绝 从李商隐以后呢 这个人们呢也都是去写这个七律七绝 以至于到清朝 有这么个说法 就说你这个人啊 拿一本 你拿你的诗集来给人看 我看你诗集 我翻开如果第一页就是七绿 到最后一页还是七绿 那说什么 你这个人实行的不好 我一开始我听到这个说法 我觉得我不服气啊 因为我当时刚学写诗 我就写七律 我说那杜甫的七律写那么好 那个李商隐的七律写那么好 怎么能说写七律的人 是写的不好 那后来 后来我当老师了 后来我要去看别人的诗 我意识到这个问题 真的 如果他说的不是写七律的人 是说你从头到尾都是七律的人 这样的人写的诗格不高 因为什么呢 七律太流行了 太容易了 今天对我们来说 七律是容易 那李商隐杜甫他们都是 不是只写七律的 人家古体人家五律都写得很好 那这反过来说明什么呢 从李商隐以后 有人专门写七律了 那就是被李商隐那些 经典的七律带起来 而从技巧上 我认为李商隐最典型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引入了原情 他更多的原情 甚至研制 比如说李商隐诗好就好 在有星际那是 但是为什么有星际的诗是好的呢 因为有星际的诗是技巧高的 而不是说你主题先行 星际不等于主题先行 你不是说我今天要写诗了啊 我先想想我写什么主题 然后我去写一个 你管这个叫星际 那你这样这个诗是 好不了 所谓星际呢 就是说我放开了去写 但是我自然而然的 就把我的感情流入腿 就把我的个人情质揉进去 这叫做有星际 这样的诗是好诗 这个是要求你有一定的诗歌技巧 其实不光是写诗 你玩任何的艺术 你玩到一个程度 你的技巧足够纯熟了 那你自然就会把你带进去 所以你把自己带进去 这是你技巧纯熟的一个标准 但在此之前 我们在学习阶段 还是要学习技巧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做研究的时候 我就老老实实 我先从奇梁师封做起 我现在不再做奇梁师封了 但是我想要没有从奇梁师封入的话 那我现在说这些 我讲这个圣唐的古风 我讲李白那是空的 那李尚隐的不同呢 就是他能把情写进去 说完这个李尚隐呢 我说这个无题 李尚隐这些无题诗 无题是怎么回事 这个无题诗呢 我讲他有三个层面的意思 第一个呢 诗本来就没有停 诗的原始状态 是没有题目的 诗本来就不需要有一个题目 那我们那些乐府诗经呢 都是没有题目的 你唱一首歌需要题目吗 不需要 你突然写个三言两语 写个微博 你需要题目吗 不需要 诗本来就没有题目 所以王国伟有句话说呢 诗有题则诗亡 这个诗一旦有了题目 诗就完了 那当然王国伟 这个话呢 他说的是有点夸张了 诗有题以后几千年 这个诗也没完了 就说呢 诗本来不需要有题 我就经常劝同学们 你们写诗的时候 不要搞一个老长的题目 如果你没有这么长的题目介绍 你这个诗我的读不懂的话 如果你非要依赖这个诗题的话 那你这个诗不是好诗 你就诗完了 当然这个写一个剧长的诗题 这个风气也不是我们今天的同学开始的 那谢灵月就写很多 那古人就有 古人就有不代表他好 最本色的诗是没有题目的 就是无题诗 至少诗是可以没有题目 那么无题的第二个意思呢 就是可能他本来有诗题 但是丢了 因为什么呢 这个我讲的这个时代 从曹操礼遇 从曹操到礼遇 他是一个手抄本的时代 我们今天呢 不太理解手抄本时代的人了 因为今天我们都是用电脑 这个我们都在网络上获取知识 我们不用超数才能够得到知识 我们在电脑上轻轻松松一拷贝 一个小说就过来了 一个几百万字小说就过来了 所以我们干嘛不把它考全呢 我们都会很在意这个 很在意它的完整性 而不去计较说 我多考一个字的成本 那个几乎是零成本 可是超数不一样 我上课时候会让我们同学 来体验一下 我的那个期中作业就是超数 你想想超数烦不烦 像我上本课的时候 那时候笔记本电脑还不普及 当时看书还要超数 现在基本上 咱们都拿那个手机拍照 手机拍照 你就想把它拍全了 就是图书馆老师不让 但我们那时候超书 那就得细字如今了 就是这个 这一句特别好 我给它抄下来 然后下一句稍微差一点 我就可能就不抄了 然后你这又是整一个老长的题目 但我觉得你这个题目没有什么用 我就不抄了 我就偷懒了 那么很多情况 可能它本来有题目 后来丢了 那李上远的无题诗 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也许也有 大家觉得它的题目不重要 但是就是只喜欢这诗句 我就把题目扔掉 抄的时候不抄 因为这个唐朝抄起来 它还不像咱们有这笔记本 没有 纸的笔记本它没有 它流传都是什么 卷子 就敦煌那个卷子 就咱们写书法的那个卷轴 那么一大一大幅纸 一大幅纸 然后从右往左抄 然后你要检索一个东西 那可不费的是吧 然后你抄完以后 卷起来 卷起来 放一个轴在里头 那你多复制一个字 那个成本大的是惊人的 所以能不抄就不抄 我们研究的这一段 主要的问题就是文献的一诗 文献的不完整 那我们看到每一首诗 心里头都有一根弦 这个是不是完整的 我可不敢说它是完整的 这有四句 我敢说它是一首绝句呢 敢说它是一首绝句吗 也许人家写了四十句 然后留下四句 我能说它是绝句吗 这是无题诗 我敢说它无题吗 还不敢说 也许它有题 但是无题呢 还有第三种情况 就是它真的没有题目 就有意的不加题目 这首诗的题目就叫无题 我们今天这个情况比较多 那李商隐那时候有没有 软集那些诗有没有题目呢 我们也不知道 也许是没有 那么为什么不加题目呢 这些不加题目的诗 往往叫什么杂湿 永怀 为什么不加题目呢 那就是不好加 有一些 我不愿意写出来的东西 我们今天叫自我审查 刚才吃饭的时候 我还在说 我这个人就特别爱自我审查 这个诗 我说这一句话 可能拿出来 你们觉得没有什么 但我在拿出来之前 我会思考 然后我不说了 那么这个题目也是 那比如说 我这个诗是送给我一个情人的 那我要把它拿到北社上发表的时候 那我 我没有我是有情人的意思 我说比如说 我有一个情人 我写一个诗给他 给他的时候 我去写赠某某某 然后但是我 我不好在北社上说 这赠某某某 这个我 我这是五题 那你看到五题 很多都是这个 思乡授授的诗 是情诗 那李尚宇的五题 有没有这种呢 我认为是有 那还有一种五题 那就是 有一些政治背景 思想背景 我不好说 那五题 像阮吉的那个 永怀诗 多半是这种情况 李尚宇的五题诗 是不是这种情况呢 我相信也有 那么五题呢 大概是这几种情况 李尚宇的五题诗呢 很多是七律 七律这种文体呢 它有什么特点呢 我说把它分成七和律来讲 七律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它是七 它是七言诗 七言诗呢 它是从歌行来 七律是歌行 歌行呢 本来是乐辅 那么它就要承担 乐辅的这个功能 它就要继承 乐辅的基因 什么呢 圆情 我刚才讲 揭开 而它的特点呢 就是奔放 因为你有七个字 可以一切说出来 就不用像五言诗 那么含蓄 奔放 飘逸 它的另一面呢 是律 就是它是进体式 尤其这个五律 比七律早 那么这个 七律呢 它有很多东西 要学习五律 乃至于去学习五律 之前的五谷 学习文选的诗 所以它又有诗诗的一页 而它又要学习六朝诗 学习公体诗 那它就有体物的功 那么作为诗 它就要含蓄 端庄 所以我说这个七律啊 就是 奇梁的两大文体 歌行和五律 生的一个孩子 本来奇梁的文体系统里面 这个歌行和五律 是有分工的 歌行去圆情 五律去体悟 那七律功能特别强大 把它的这两个功能 结合起来 所以七律既能体悟 又能圆情 所以为什么后来的人 大家都去写七律了呀 那么李尚隐的这些七律呢 那它也是 很好地体现了这个体物和圆情的结合 李尚隐的特点就是 他在体物的时候 能把情带出 而他在写情的时候 不是干巴巴的写情 如果你只写情的话 它是干巴巴的 但是李尚隐能用物像说话 用物像说话 这是晚唐奇良师风的共同点 而能把情带出来 这是李尚隐的特点 这个七律的这个特点呢 可以用一个 李尚隐的一组诗来讲 李尚隐有一组无题诗 叫无题四首 这四首诗呢 有三个题材 前两首是七律 第三首是五律 第四首是歌行 那么同样是无题 同样是差不多的内容 我们看它的写法 不同的题材 有不同的写法 这是 这几乎是我在思考问题的时候 一个核心的想法 就是不同的形式 有不同的写法 有不同的功能 而七律这个文体 因为它的功能特别强大 所以七律内部 还可以分成不同类型的七律 你比如说 同样是写这个无题诗 这个无题四首里头 第一首七律和第二首七律 它就不一样 前一首七律 它就偏体物 后一首七律 它就偏原情 这都不一样 所以正好拿这一组诗呢 我们就可以讲 七律的特点 然后与这相对的 五律是什么特点 歌行是什么特点 我们先说第一首 来世空言这首 这首诗呢 它是偏体物的 这首诗压的韵 是相当于我们今天二宗韵 一首诗的韵角 也是有它表情达意的功能 不同的韵角 适合表达的感情是不同的 首先是一个声音上的效果 你比如说比较厚重的 嗡嗡的这种韵 它就适合表现 比较厚重的展现 有人说古今这个读音不一样了呀 但是读音不一样了 实际上这个韵角 它用了一千年两千年了 它早就形成一个异象群了 你读过那么多古诗 你读到这一句诗 你就会联想到 跟它压同一韵角的很多诗 所以同一个韵部 就是一个异象群 这就是为什么我主张 我们今天还入贫水月 不是入汉与贫瘠底压月 那这个来世空檐去绝宗 这个二冬运 它就是比较厚重的 这种诗呢就偏形象 来世空檐去绝宗 写得很飘逸 这好像是个仙女的形象 而来的时候呢 好像你说来又不来 放出空话来了 结果又放我鸽子 来又不来 你走的时候可是痛快 走的时候连个踪迹都不留 我觉得这个人好飘逸啊 又来 来世空檐去绝宗 但如果我们把它还原到现实中 那是什么 所以这就是一个 也不是婚姻中的这个 你两口子 你不可能来世空檐去绝宗 你就是优惠 优惠的这么一个 也就是说不畏世俗所容的 这么一个感情 来世空檐去绝宗 那么这感情什么样呢 月邪楼上五更宗 这是什么 这直接把一个形象推给你 这是奇梁的写 然后汉连呢 他就开始写这个具体 这首是总的来说是偏体悟的 所以汉连他也在体悟 这个体悟的句子 我们先不管他带出来什么原情 我们先说他写了个什么事情 梦为远别 题难换 注意这个地方是为不是为 这个根据这个进体式的瓶子 就可以看出来 所以这个不是为了的意思 这是为梦式 这个主人公他在做梦 他梦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远别 远远的遥远的别离 心上人要到远方去 所以他怎么呢 在梦里就哭了 梦题装泪红栏杆 梦里就哭了 哭到什么程度呢 你叫他都叫不醒他 为什么叫不醒呢 因为他在梦里头 跟那个情人舍不得分手 所以他就怎么也醒不过来 其实我们做梦有这个体验 这个人我梦见他了 我舍不得离开他 所以你这梦就醒不过来 这个首先说 这一个现象 他写的非常真实 梦为远别 疲难患 然后下句呢 书被催成 墨未浓 说我这封信呀 是被催成的 催着写成的 所以写的匆匆忙忙 连那个墨都没来得及好好磨 没有给他磨浓了 所以这个信的 刺激的颜色是淡的 连墨都没好意思 都没有 没来得及磨浓 那你可以想见 这个信写的匆匆忙忙 那个字迹是什么样的 字迹是很潦草的 言辞呢 是很随便的 那这我就要问一个问题了 你给情人写封信 谁催你啊 为什么要催呢 为什么书被催成 你是在什么情况下 给情人写这封信 说是不是异地恋 那个离得很远 所以要去写一封信 从前撤马慢 我们过三个月 把这封信送到了 那是不需要催的 你三个月送到了 你是一个小时写成的 两个小时写成的 有什么关系 而且刚才刚是来是空言去 决宗 刚刚优惠完了 你怎么会给三个月以外的地方写信 什么叫书被催成莫为能 为什么写封信要催 这个 我们有一个参考 就是日本平安时代的那些小说 但是日本平安时代 它是一个这日本文化独立的时代 我们不能说这日本平安时代 国家的一切风俗都是晚唐的 这个平安时代呢 它差不多相当于我们这个五代到宋朝 也就是比礼商也稍微靠后一点 这个日本的朋友们呢 不愿意说说这个平安时代 跟中国文化再有一毛钱的关系 但事实上平安时代 仍然在学习中国文化 他们最流行的诗 还是白志义的诗 而当时的才女 这个青少纳言写的这个《诊曹子》 实际上它就是模仿李商隐的一个笔记 所以这个中晚唐的文化 对平安时代影响是很深的 那么有些我们自己的典籍里头 适于记载的东西 实际上我们可以理师求主义 在日本的小说里面 可以找到一些端倪 比如说这个《袁氏物语》和《诊曹子》里面 它都写到有一个情节 就是当时这个贵族男子 去拜访一个女性 拜访回来以后 他要写一个东西 叫达书 就答谢这个女性的招待 而且这个达书呢要写的快 其实我们今天也是 我们今天你回女朋友的微信 你要不要快呀 那当然要快了 你写的慢说明什么 说明你不重视人家 你回复微信回的慢是什么呢 因为它不重要 你把它放在后面 而且你回复的 你写的慢 你说我真的是第一时间回复你的 但我真的写的慢 所以我那个一小时才写了50个字 那说明什么 那说明你笨 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达书写的慢 要不就是你不重视我 要不就是你这个人没有才华 所以达书这东西得赶紧写 这个书被催程莫为农 我怀疑啊 他说书被催程莫为农 说的是这种 可能在李小隐的时代 你去拜访一个女子 也有这样的风气 所以这个催程之书 是这个达书 那就得快 那么这个 诊曹子里曾经写到 说这个情景 说早上凌晨 这个写达书的男子 睡眼惺忪的 穿着一个白袍子 白夹衣 穿一个白夹衣 在那里写达书 说这个情景是很有意思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情景呢 这不是一个深情的情景 这是一个有风情的情景 这是一个所谓轻狂从事的 这么一个事 等于是这个男子他在写 说你别嫌这个莫不农啊 你别嫌我这个言辞草率啊 因为我急着给你写啊 这叫书被催程莫为农 是风情语 而上句那个梦为远别提难换 这是深情语 我想可能这是两个人 那个女性她在那里梦为远别提难换 这边这个男的在这写大书 书被催程莫为农 一浓一淡 这形成一个艺术上的对比 我们看首先从体悟的角度讲 他这两句写了两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他写的很真实 莫来不及磨弄 梦醒过来 这个很真实 仅仅作为一个体悟之具 他也是很好的 可是他这个体悟里面 这就带上李商人的特点 他仍然有情 特别是一首律师的汉帘 你多少要轻快一点 因为汉帘更有歌行的特点 你要轻快一点 要更多的圆情 所以这里你即使是体悟 也要带出点情 那这里李商人在写这个 有趣的现象的时候 他写出了这个人物的情 这就是李商人 然后下半首诗呢 他就是纯粹的体悟了 这个静联 这是敦敦实实的体悟 一般我们律师下半首是要体悟的 下半首要厚重一点 就是我说的下盘要稳 你不能头重脚轻 所以下半首一般是天重形象 那么这个静联的初句呢 他就乘着那个书被催成莫为能说 他写这个写达书的情景 这是什么呢 他有一个大形象推给你 蜡照半龙金翡翠 所以这个蜡烛头 这个光已经不亮了 因为到凌晨了 这蜡烛快烧完了 斜斜的一道光下来 笼住这个气雾上的 屏风上的金翡翠 翡翠是一种鸟啊 不是今天说的玉石 这个在屏风上用金子描画的那个翡翠 就是温婷云说那个双双金翠菇 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蜡头这个光啊 只能照到一半的屏风 天快亮了 那我们今天都没有见过这个景象 今天已经不是这样的陈设了 但是我们今天读到这一句 我们能够想到那个情景 那这个男子呢 他就点着这个蜡头在这写 书被吹成莫为了 然后那边这个女性 她还没醒过来呢 她那个床脉是什么样呢 射讯微渡秀芙蓉 这个芙蓉呢也是假的芙蓉 是秀在床脉上的芙蓉 然后有射香微微的渡过来 那我们要是索引的话 求之过深的话 那我们今天的人都被这个甄嬛传训练的呀 我们一听射香想到什么呢 想到这个皇上不待见的那个人 就是说她不是婚内的女性 所以她要用这个射香 这其实是一个很悲伤的场景 在古人的观念中很悲伤的 这个她还训着那个射香 那么这两句就是体育 它就是要把一个形象带给你 把一个环境氛围带给你 实际上它有多少意思呢 它没有更多的意思 这种地方你要非去索引 非去找它有什么隐喻的意思 你就求之过深了 里上也没有这么多意思 那为什么大家都在这个地方索引呢 因为这个它意思是半空的 因为大家看得不满足 就要想又没有什么意思 这种地方你越索引 你越看不懂 所以这种地方你就放松的去看 它就是一个这个体悟之具 最后这个落下 流浪以恨彭山远 这个他把自己比作这个尤仙的这个流浪 把对方比作彭来的仙女 说彭山已经远了 但是我跟你隔的呀 有一万个彭山那么远 这个我不能跟你相见 这是一个落下 这一首诗是比较厚重的 是以体悟为主 要適合自己的这种 这个最大的 这种哦 这种掌握